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锅沙 今天呢,大家看,我用这个非常非常屌丝的秀啊 但是今天呢,我并不是去打国战 我是想给大家带来两盘那个 现在那个online的高富帅武将陈林和张宝的录像啊 为了衬托一下他们高富帅 我那个特意换一个屌丝的秀啊 当然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这两个武将确实一直都是那个online上卖的差不多最贵的两个武将了 经常有那个朋友问我这两个武将到底值不值得买 关于陈林呢,我是说这想说这个武将强度非常高 绝对是可以排到第一级别的武将里面的 可以做忠臣,可以做反贼,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他是有那种一回合就能瞬间打出很大优势的能力 而且他也具备就是累积回合数 然后创造优势的能力 总之这个武将个人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但是这个武将的价格确实蛮贵的 从最开始的1000多跌到现在的大概500吧 甚至可能有的是480啊,400多这个样子 500啊怎么说呢 这个武将的个人能力比较强 如果你的经济能力范围允许啊 单单纯从这个武将的强度上来说 我是推荐大家买的 但是确实武将价格比较贵 如果那个就是经济条件不太允许的朋友啊 就不要买这个武将了 毕竟这个强的武将也很多 就没这必要了 关于张宝这个武将啊 从最开始的600跌到500400300200 一直到现在的大概也就 现在大概也就五六十块钱吧 啊这个武将的强度并不是很高啊 基本上属于一个娱乐武将 我是我是不怎么推荐大家买的 至少你现在的性价比来说非常不合适 可能如果他想到二三十块钱的话 啊大家如果觉得就是想娱乐一下 可以买来玩玩啊 这个武将强度并不是很高啊 这个武将可能就是 那个在张角局可能会有一些特殊发挥啊 今天我带这番录像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他跟他哥的配合 他跟他哥配合确实挺虎的 当然这个武将就是个娱乐武将啊 平均强度肯定是不够的 大概这两个武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购买 我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两盘录像 这两盘录像都是 这两个武将有特别出色发挥的录像啊 当然大家也就不要不要因为说我带来这两盘录像就觉得这两个武将很很呃 就是超强啊 嗯 至于这 我两个武将能力 我刚才最开始也已经都分析过了 大家就是呃 一定要理性购买啊 然后咱们主要还是看录像吧 看一下呃 结合录像 我顺便说一下这两个武将 嗯 然后再谈一下这两个武将的发挥吧 先看第一盘就是这个土豪武将陈琳啊 啊看一下他这个选担框啊 孙权主二号为忠臣 这个我一再强调我简直为忠臣有输出选输输啊 肯定是 这里面啊 貂蝉陈琳高顺这三个武将是可以选择的啊 当然貂蝉肯定是不要选离婚产 就普通貂蝉肯定是一个 最优的选择啊 这肯定没有任何问题 当然陈琳做二号为忠臣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第一轮 呃就是由于现在反贼三学的武将可能比较多 他第一轮是非常容易 拉开排插打出优势的 所以陈琳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高顺其次啊 呃高顺可能比他们俩略次次一点 香香的话我非常不随心二号为选二号为选 这个用处非常低啊 香香适合在后这位选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咱们看一下这个 传说中的高富帅武将吧 看一看他 就在他的一回合行动内到底有多大功效啊 呃这位玩家叫仪式长风三曲的玩家 哦先分析场上见面还是习惯性的 呃 父王后反对 八号位的张和 呃 暂时先不能飙 这个这个余进和马带里面有个内奸啊 不知道谁是内奸啊 忠臣的话可能 更像忠臣一点吧 群玉和张和二张 这个位置蛮偏反的 这个援助位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咱们看一下主公上来开南蛮 主公肯定一般不要盲局二号位三曲脆皮啊 尤其陈琳这么脆的 非常像忠臣 主公是还开南蛮这个父王后肯定要掉血啊 嗯 主公决斗群玉是想让群玉给他补牌啊 结果群玉没有给他补啊 其实场里的话可以决斗父王后更好一点 因为毕竟群玉是终身 你这个时候让他补一张牌 假如后面这都是反对群玉是非常亏的 还有父王后他又很有可能动不了了 但是群玉没有给他补啊 看看陈琳第一回合的动作 可以先扒牌 他可以先把这个 由于群玉没有给补牌吗 可以先把那个父王后 对先拆他两张牌 你看第一回合的牌 他会非常非常凶残 可以拆群玉 嗯 但是然后开个南蛮 这个马带其实也可以拆一下 马带也比较偏反的 这个位置 就算那间的话 你拆了也无所谓 你主宗上来优势的话 那间他一样要跳的 嗯 可以拆马带了 对拆二张 都拆吧 反正的话 排查先拉出来再说 其实可以给孙权补啊 对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回合的排查是多么凶散 这个乐的贴出去以后 还可以给自己补啊 他去杀了一下这个 父王后 父王后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球员主攻啊 这个肯定要杀啊 就是 他即使是反对球员主攻 主也不会给他闪的 孙权 其手有闪的可能非常大 基本上不会吃这个酒杀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父王后去求援二张啊 他觉得二张是忠臣吗 还说他自己是忠臣 结果二张就死了 二张是反贼啊 那他假如要是不求援二张的话 求援孙权 那死的就是父王后啊 就万箭开出来了 应该是陈琳还没有给自己补牌 大家可以看到这 这个这个第一轮 第一轮的排查和输出是多么的凶残 这好像还是还没有给自己送死的 这个反贼就已经死的差不多了 看看陈玉是不是反的呀 这已经死了 第一轮拉了多少排查 可以拆余进的排 这么看起来这个张额很可能是忠臣啊 也就是说第一轮 那个反贼家内奸一共被拆掉十张牌 孙权还补了两张牌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武将第一轮排查有多么恐怖啊 比伐马带 他可能觉得余进是内奸 余进这个被乐了 什么也做不了了 看看马带吧 基本上这就是直接奠定胜局了 没有任何悬念了 你剩下再怎么打 也不可能赢了 这个剩下就说 说再说不好听点 就孙权 打这个马带和余进都随便打了 就没有其他人 直接就是第一轮轻松奠定优势啊 然后这又补牌 必伐 其实可以考虑带走马带嘛 毕竟马带比余进威胁更大一点 当然带走谁都无所谓了 陈林他就是有这么一回合之内 超级爆发的能力啊 就是这个武将的能力 而且还是相当 可以克制卖血流 可以强制掉血 所以说这个武将 就是我之前说过 武将绝对是第一等级 166武将 但是就是价格的话 现在略微有点贵 大家根据这个情况考虑一下 好 咱们再看一盘啊 这玩家叫果果果将 是那个二区的玩家 一个妹子 这个张角 张角主公 他二号位忠臣的话 这有门好好选项非常多啊 刘协元绍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选项啊 就是刘协和元绍 如果你选出来直接很可能 就把反雷打崩了 直接也是一回合就把反雷打崩了 当然有张宝嘛 试试这个高峰帅武将 看看效果如何啊 也娱乐一下 当然 这局比赛 张宝也是有很不错的发挥的 然后看一下吧 这个厂商选将的话 马超 基本上是忠臣啊 忠臣或者内奸 再找一个 这个肯定是反雷张和 再找一个忠臣的话 很可能 这不好说了 再找个忠臣就 这剩下的点 没什么太大身份倾向 柴田系肯定是反雷啊 要盲批就批张和 盲鞠也是鞠张和 主攻什么也没做 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技能啊 他先那个什么一下 就是咒服一下 把这个黑桃牌 咒服到张和脸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咒服的牌 是判定牌 然后再给张角 一张 黄天一张闪 杀张角一刀 这个 这个张角再批的话 直接就是这张咒服 当判定牌 然后他又可以摸两张 当然这个 关平判定了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 他是跳中还跳反 他是为了刷牌啊 因为张宝用的是红杀嘛 然后直接这个判定就生效了 然后他又等于又多刷两张牌 这就是那个 就是他的第二个技能和第一个技能是联动的 第二个是影兵 然后他又杀 这个关平又判定 我不知道当时给 都给张 关平标示忠臣嘛 但是由于是红杀嘛 这个 结果就是右批啊 当然他是没有黑桃了 如果有黑桃还能继续就是多过牌 又贴个黑桃 然后又杀 又多过牌 就牌越来越多啊 通过那个影兵 嗯 但是他还判 再批的话可以考虑批交叉了 大家可以看到没 这个输出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配合 如果说张角手里 那个张宝手里黑黑桃牌多的话 是可以就是这个牌越摸越多的 看这个火攻没中啊 就过了 看一下 后面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嗯 这牌由于最后打的可能时间比较长一点 主要是看看前面吧 然后貂蝉跳反 乐了一下这个关平啊 由于关平的话 跳比较中 一直在那判定啊 我不知道关平 关平如果是反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判定 难道就是为了红杀 刷牌吗 然后这个孙权去杀这个张宝 这个关平又又关平又给龙吟 跳内吗 看一下 这张张张张角继续救啊 这个肯定要赶啊 不让他出来 由于他一直在判嘛 看一下左慈吧 看左慈跳什么是 左慈是马超 比较比较跳法 那他没有连张宝连的貂蝉和马超 我感觉这是个跳内的动作啊 那关平是反对 那关平上来 这这个刷牌有点 有点太丧心病狂了 你这刷的几道雷下去了 然后左慈打马超没什么问题啊 看来左慈是内奸 马超是忠臣 这个关平和 关平和孙权是反贼啊 开个南蛮 一个打个无限 保一下张宝 让张宝在活一轮还能继续批啊 然后杀了一刀 这个又龙吟 我不知道这个关平怎么老龙吟啊 然后这个可以黄天啊 他没有黄天啊 他呃 咒服了一下 把那个闪咒服了一下 其实可以黄天一下 可以黄天自己有杀嘛 然后杀一刀 很可能就把孙权带走了 如果那个张角有黑桃的话 这话打的是略微有问题的 刚才 不过张角是没黑桃的 他也没黑桃 也就是说 他俩都没黑桃 如果都有黑桃的话 张宝也有黑桃的话 是还能继续稳定批孙权 很可能就把孙权带走了 就基本上直接就赢了 看他杀谁啊 他杀张角 那他肯定是反雷了 之前判的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不太对啊 这个是想收人头啊 这个不让收啊 不让收啊 孙权不让收啊 由于之前打的太累了 然后看一下主持吧 可能这盘关平打的问题比较大 但是咱们主要还是看一下 这个张宝的技能吗 大家了解一下 可能那个很多朋友 对这个张宝还不太熟悉啊 张宝和张角一样 都是他俩配合 都是有闪有黑桃 没闪没黑桃就不虎啊 就是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 嗯 然后带走孙权 看看张宝这回合 能不能摸到什么 黑桃或者傻什么的 把那个张宝配合 张角配合一下 把闪电顺了 挂上 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由于没有判定吧 又把那张闪就拿回来了 这个可以给一下 这个继续配合啊 很好啊 对这个正好摸到黑桃和 之前咒服那张闪拿回来了 这又是形成一种 一个配合多摸一张牌吗 拆掉闪电 贴个乐 马超应该是死了 然后看一下这回能不能带走观评啊 啊 这个这个又能配合带走观评 啊 没有带走观评啊 那个啊 左辞是左辞是有槽的 看看张宝死了吗 嗯 张宝就死了 那又进主队主队反了 这牌的话 后面我不给大家放了 由于后面时间 这主队反打时间比较长啊 15 15分钟还打了30多分钟啊 最后是主中方赢了 主要是 呃 还是通过这把录像 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个 张宝和张角的配合 就是比较娱乐 当然确实 有时候是很犀利啊 啊 张宝这个武将还是说一下 这个强度 不是很高啊 就是 等会儿 降的不能降了 大家再去买 就是当娱乐武将 娱乐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武将 啊 他就是 嗯 可能有朋友还不太清楚 那个记者 然后可以看一下 那个技能 可能以前我也讲过 呃 就是 你出牌阶段 你可以把这张牌放在 因为五张牌上面 如果他进行判定的时候 就是拿那张牌 做判定牌嘛 就像之前那会儿 那个黑桃拿判 当判定牌 啊 你就可以那个 你就可以摸两张 就是 这是第二 这是第二个技能 影兵 你就 呃 如果作为判定的时候 你就可以摸两张 如果那张牌 没当做判定的话 你呃 你就把那张牌又拿回来 就是那那个武将回合结束以后 就这么两个技能 他这个技能 出牌子就是配合张角的 不配合张角 没什么没啥 没啥意思的一个武将 嗯 大概就是这两个高富帅武将的情况 嗯 然后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 嗯 嗯 就是考虑购买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高富帅全扩党 那你就无党买了 嗯 当然对于大多数朋友还说还是李庆 买件比较好啊 那个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